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欢迎收看全日总结 我是Vicco英文 现在先和大家看看本港股市的收市情况 原来恒升指数 收市报在17485点 升272点 国企指数升86点报5974点 科技指数升58点报3816点 大师成交今天继续少 只有479亿 接下来和大家看看焦点股份的表现 今天随着市况反弹 其实不少板块都有一个反弹的表现 地产股也继续炒上去 最新也见到宁展的企业简部 表示香港零售商户在4月至6月整体的销售 按年增长4.4% 比起截至今年3月至年度增长6.2% 有所放缓 香港零售物业租用率 亦由3月底时的98.3% 降到首位财季97.9% 大家见到虽然数据是刚刚的 但其实地产股也炒着 施政报告减纳消息 因为最新看到特首李家超月底的时候 可能会发布一份施政报告 之前地产家人士也落力提倡减纳 陈任财政司司长的全国政协常委 唐英年也接受访问的时候 应同现在是减纳的时机 可以着量减纳辣椒 例如3千万以上的豪宅 可以考虑不收重价印花税 相关的地产股 今天亦是继续弹起 最新亦见到大汉 对于地产股的看法 亦是不淡的 新鲜基地产16元 其实他也看到127.6元 评价亦是买入的 比起现价84.1元 有差不多超过40元的水位 另一只17元 最近亦跌得比较多 目标价33.3元 距离现价15.16元 有超过15元的水位 另一只12行基地产 目标价23.84元 看法是比较中性 领展方面也看到52元 现价37.2元 有差不多十几元的水位 再之后和大家看看豪宅股 因为豪宅股 其实这两天的走势好一点点 究竟黄金周带来多少客户 最新见到花旗说 根据澳门旅游局的数据显示 今年国庆黄金周首7天的访告人次 是86.01万 意味着达到2019年的时候88% 当中 内游客占澳门总游客量大概是77% 也已经恢复到2019年水平的大概84% 许韩说首6天 黄金周首6天 澳门日军旅客的大概是12.9万人次 相当于2019年黄金周的86% 略低于市场预期的90%以上的复数 预期黄金周期间 澳门中场日军倒收大概是5.8亿至6.2亿澳门元 相当于2019年黄金周水平的85%至90% 对于豪岛估来说 它也是一个正面的看法 当中就看好澳博 永利澳门和金沙中国 今天看到金沙升了0.8% 银鱼的表现就好些 有1%的升幅在这里 最后和大家看看双汤 今天的双汤升得比较多 升超过6% 而且也挨近全日最高位收市 报在1月4日3日 双汤在10月2日至6日 在法国巴黎举行 全球人工智能计算机 视觉领域顶级国际会议ICCV 在上面提出了多项大模型 和生产性AI相关技术的突破 带动到今天双汤 其实都连弹了 即算连弹了第二天上来 今早更加重上10天线 最高刚才提到 上队1.4毫3 最后和大家看看 10只成九最活着的股份表现 看到全线都可以升 看看正向ETF 7226是科子的 今天都升3% 报4.17 京东升1.5报183.2 汇控升1.8报62.05 阿尼伯伯升1.9报82.9 凝副基金升1.6报18.14 美团升2.2报108.3 恒新中国企业升1.7报60.58 中国平安升1.6报43 邮邦升2.3报67.5 腾讯升1.8报305.2 今集就和大家聊天 我们下星期再见